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跟俄国正是为了这个乌克兰战争 搞的是剑拔奴章 虽然美国没有亲自作战 可是他打的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可是这个敏感的时刻呢 这两个国家很奇怪 他们戏剧性的展开一场 交换囚犯的外交行动 为什么这两个囚犯这么重要 要在这个时候交换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囚犯的背景 这个人他叫利德 他是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他被控在2019年的时候 在俄罗斯因为酒后袭警 所以他被抓了 然后被判9年的徒刑 他被关押到现在 那另外一个俄罗斯的飞行员叫做亚洛申科 他是去2010年十几年前 在赖比瑞亚就在非洲 他贩毒被捕了被抓了 结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引渡到美国 然后美国人把他判处20年的徒刑 关押到现在 非常的奇特的一个囚犯 两个囚犯呢 据说三个月三个月前 美俄就谈判说这两个囚犯我们要交换 互相换球 然后今天成功了 这是昨天的新闻 4月27号交换囚犯成功了 因为真的很不寻常 我们也一直去爬梳 到底他们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或者是这两个人 他们有什么样特殊的关系 表面上一个是海军陆战队 一个是飞行员 可是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任务呢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美国之音 他说美国官员表示 这个交换囚犯是对改善两国 两国关系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美联社是说 即使在和平时期没有发生战争 你交换囚犯 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外交行动 现在又是战争时期 那这两个国家 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已经降到冰点了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做交换囚犯的动作呢 真的很奇怪 非常戏剧性的情况 他到底是要转移 还是有什么任何的目的呢 他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讯号呢 这等一下我们请这个 现场的来宾帮我们分析 我们必须讲说 最近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那两方 其实应该是三方 美国 俄国跟乌克兰 都有很多的这个指称 可能有一些这个间谍 或者有一些所谓秘密训练的事件 包括俄罗斯先说 英国其实你派遣了 所谓的SAS的精锐部队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队 他过去是这个解救人质 还有一些反恐的一个精锐部队 他说我知道你们英国人 在乌克兰又参战 你又来打这个乌俄战争 所以这个CIA也有 他指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 来帮乌克兰策划 而且要谋杀我们俄罗斯的记者 我们俄罗斯的名嘴 他们也掌握相关的名单 所以实体战在打 资讯在打 间谍战也在打 另外俄罗斯其实又出手了 他在包括波兰还有保加利 这两国的天然气管线 他先把你断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们没有用 卢布付天然气费 所以我们要把你的天然气管线 给断掉 那这两国 当然他有一些回应 包括波兰 波兰他说没有关系 你断了 我可以控告你 违反合约 我要求偿 那另外你断气也没有关系 我们有除量 我们波兰有除气量是76% 所以你断归你断 那另外保加利亚比较残 因为保加利亚有一点点措手不及 他被断气之后 他说糟糕了 我们有九成的天然气 是仰赖俄罗斯 所以被断气了该怎么办呢 希腊说我可以帮你 希腊他立刻出手 救援 可是希腊自己有40%的天然气 从俄国进口 他到底要怎么救援呢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另外白宫的发言人说 俄罗斯切断 波兰跟保加利亚的天然气 很遗憾 这几乎是一种 将能源供应武器化的步骤 我把能源当作武器 可是其实这个是互相的制裁 因为西方国家 先把俄罗斯 逐出了结算的系统Swift 所以这两边都在做 经济战的一个互相的制裁 那包括现在 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各国的评论 也非常担心 所谓的能源 因为都被俄罗斯经济的掐住 那未来 包括能源 还有天然气 这个汽油会 非常涨得非常高 那到底能不能够找到 替代能源呢 来 请教亮哥 这个希腊就在保加利亚旁边 那希腊事实上 他虽然也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可是他大概是最近欧洲各国里面被抓到证据 就是偷买俄罗斯石油最多的国家 所以他买很多了 所以他可以私底下帮一下保加利亚的忙 那做一点外交 可是保加利亚的缺額实在太大了 90% 这个当然就牵涉到 未来这个战争会多久 那为什么会挑上他呢 俄罗斯为什么只挑保加利亚跟波兰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有可能提供战斗机的 波兰有可能 可是保加利亚也有可能 他们都是恶归 因为匈牙利亲俄 就是手上有米格29的 大概就是这两个国家 因为匈牙利不会提供的乌克兰 而且传出来就是波兰跟保加利亚 那个时候他们有商量 那找了找 大概找了70架左右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显然就是想要在乌东 控制乌克兰的军力升级的程度 所以他一定要确保制空权 那现在就不知道波兰跟保加利亚 会不会做战斗机的移交 那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波兰的话是这样 波兰他因为依赖俄罗斯大概只有43% 那波兰是早就有预备 因为他长期跟俄罗斯关系非常不好 所以他从挪威拉了一条管线要过来 那可惜是11月才完工 所以他必须要能够撑到11月 那我认为现在欧盟做了决议 就是说大家调一点人员给他们 那美国应该也会帮波兰的 美国会出手吗 因为现在看起来老美没有出手 因为有很多美国的石油 这是纽约时报的分析 我请亮哥等一下 美国的石油企业不急于现在 透过增产来获得利益 因为他们担心你产太多 你石油天然气会下滑 价格会下滑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我现在讲的是 欧盟会先调度一些人员 给波兰跟保加利亚 因为面子还是要撑住 波兰的战备除油是比较多的 他大概占了库存量的76 像德国就非常差 德国只有25% 所以波兰应该可以撑一阵子 可是就是也不能撑太久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那个换求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也是应该是 美国方面国会议员 对争取前陆战队 花了很多功夫 坦白讲 他的犯罪的内容 也有一点争议性 因为他是酒醉 然后跟俄罗斯警察打架 就给人家判9年 这实在判太重了 所以我是觉得他提出这个陈情 有他的合理之处 那俄罗斯就想说 这个还是处理一下 所以不一定是要谎和美俄关系 你把那个层次拉太高了 美俄关系还是非常糟糕 这个是针对这个个案 那可能美国有一些国会议员 跟俄罗斯有交情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也没有政治性 所以大概就顺水 做了这样的一个人情 所以这个换球 不过因为换球的时间点 刚好在这个勇敢的时期 所以外界总是有一些传测 拜登否认这叫换球 他说是协商 是协商 对 然后就做了必要的处理 就这样而已 不过讲到能源 因为未来可能这个能源大战就是 现在其实已经展开了 我们看到希腊非常的慷慨说 我们可以先救保加利亚 我们可以先把一些天然气 给你们保加利亚 利亚来顶着用 可是他自己其实偷偷 或者是光明正大 从俄罗斯偷买了很多的天然气 所以这样转一手 再送给保加利亚 这样就可以 这样子也是蛮荒谬的 来 我们请教这个委员 我先讲一下换球的事情 今年是什么年 今年是选举年 11月美国的其中选举要选了 这个陆战队的 前陆战队的父母亲 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要救他的儿子 所以在美国媒体 都有很多广泛的报道 求你这算不算一个公关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美国总统要加分 你要为你的政党加分 虽然你不选 你要把这个人给弄回来 否则这里前面都已经有先关了一些其他人 在俄国所中还有两个美国人 其中还有一个是间谍主义的 这不是更重要 更需要把他弄回来吗 因为这是你的义务 你的人为你出生路死 在俄国被抓了 你要优先救的是他 没有救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陆战队 这个REIT他的健康不太好 那这个人把他救回来 这个对民主党是加分的 对拜登版的是加分 尤其他现在的民调 差到41% 43% 所以这是要救民调的 对 现在导致比较好玩的是 另外俄国的那位老兄 飞行员 他叫亚罗仙孔 亚罗仙孔这个人 其实他是个民间的一个驾驶 民航公司的驾驶 他按照他的法庭公认了 他在运大概一亿美金的毒品 到别的国家去 美国其实是 他要运进去的量是最少的 大部分要运到非洲跟欧洲 他被判了20年 你姐为什么判那么重 为什么 20年 而且人家是未税犯 还没有 是美国把他引渡 从雷尾利亚 要求把他引渡过去了 其实这个也是长臂管辖 或者说实话 欧洲国家 非洲国家 他要毒品要用的主要的地方 你美国之后还小了一部分 美国硬是把他给逮过来 我认为这里没有玄机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俄国急着也要把他进回来 所以这个人的身份 可能有他不单纯之处 才会判到20年 他已经刮了差不多10年了 另外一个美军 陆战略才判了三 才刮了三年而已 所以这个已经有一些 媒体在谈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们不得而知这个东西 对 这里你讲到天然气的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俄国他有栓盘在打 你们欧洲欧盟 我要看你们有多团结 他不会全部都对付 他就对付对他最不友善 尤其是波兰 波兰下次整个西方的武器 转运到乌克兰的最重要的那个点 转运站就是在你波兰 所以我主要其实 保加利亚是带进来送死的 是陪死 他主要是要打利波兰 然后波兰就会想 其他国家再来救我 都必须要给我 所以我同意刚才阿亮讲了 美国欧盟国家会帮波兰 他使用不够 天然气不够 一定要把他补足 但是长期 他补是送你吗 还是 便宜你还是要付钱 借你用一下 然后你要用多少钱 用什么价钱来买 天然气的价格都往上走 第二个他如果 只对付你波兰跟保加利亚 或许他加上一两个其他国家 德国他不动 法国他不动 意大利他不动 因为这些国家 对俄国相对来看 比英国友善多了 比美国友善多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欧盟会不会有裂痕 那些被追败国他会说 为什么这么倒霉就是我 为什么你们这些 进口更多天然气的没有事 我们却有事 大哥跟我一起犯罪 大哥打屁股 我被打屁股大哥没事 互相猜忌 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手段 这个如果真的长期撑下去 这个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你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石油 在抢天然气 尤其是天然气 欧盟的国家本身在竞争 要拿这个天然气 没有办法说 每个国家都拿得到 拿不到的国家 那你要出更高的价钱 那你怎么办 欧果已经讲 已经有四个国家 用卤布给他付钱了 他这一讲 其他国家要不要用卤布 所以你看今天白宫的发言人 萨奇不是讲了吗 俄罗斯已经把这个能源当做一个武器 所以这个能源战会 持续长久的打下去 因为俄罗斯自己也讲 说我为什么要你们用卤布 因为你们这些国家经济制裁我 3000亿美元的外汇 你们把我冻结 那我只好用卤布 我觉得他也是有准备的 因为他知道哪一些国家会跟他买 除了欧洲这些国家之外 印度 中国大陆这些 他其实都讲好了 要不然这次奥运在比赛的时候 普丁跑去见习近平干嘛 一定讲我如果要打的 到时候有怎么样的话 我这些东西 就是你们这边会帮我那个 这个一定是有默契的 对不对 那你把这东西把它看了 就会知道 其实这场战争打下来 除了俄国跟乌克兰之外 受害最大是欧洲 今天就是今天 欧洲天然气的气候上涨多少 你知道吗 23% 一天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俄罗斯周天宣布 制裁保加利亚跟波兰 光这个信息一出来 天然气就涨 所以你看影响多大 欧元今天刚好是五年来 降最低的 你整个经济也都受影响了 所以受影响是欧洲 现在欧洲他会不会有猜忌 会 他说为什么其他人的对待 跟我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德国跟法国显然是比较 没有受到俄罗斯敌对的 他们当然可以看到 这些动作的不一样 所以整个这些欧洲国家 他们自己有没有分类出来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俄罗斯他现在做这些事情 他根本不在乎 我觉得他早早那时候要 侵略进入乌克兰时候 他已经算好说 你可能会采取哪些步骤 那我自己有哪些步骤的控管 当然我会有伤害 但是这个事情我必须做到底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虽然他的战场上没有很顺利 但是他还是按部纠帆 在这样的继续进行 所以也不是我们所想的 就知道好像他被打得怎么样 或者看到泽蘭斯基好像 最近好像意气风化 到处在当网红 跟我们所想的也不太一样 我们有时候 用自己平常守处的环境 或欧洲的想法 我们可能低估了普丁那种意志力 这个人可能寧愿死都要干这种事 如果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我们就很难去想像 因为我们如果来看 譬如说这几年欧洲中华瓶颈 当然梅克尔功劳是最大 梅克尔一卸任就马上发生了 俄罗斯打乌克兰 如果梅克尔还在是不会打 那这个人很特殊 他是东德来的 他是共产党的 他反而有办法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去化解一些危机 反而你们西方国家 这些想法的人反而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 不一样的思考了 是 没错 其实梅克尔是出身东德 所以在德国大家要叫他 梅克尔妈妈 其实他的有没有可能真的是 他的离开他退休了 才让这场战争发生 其实不知道 不过大家可以参考参考